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 前学生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 从藏地的规格就能看出 前老的历史地位有多高 三军仪仗队为他抬官扶林 数十万人民群众冒血前来相送 社会各界著名人士 以及我国当时的各位领导人 都纷纷出席了葬礼 而他是时候的第二天 北京城突然天降大雪 似乎连老天爷也在为他哭泣送别 那么这位两弹一心元勋 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2009年10月31日 前老因肺部感染不幸离世 享年98岁 此消息一出举国悲闯 所有人都在为我们失去了一位 为国家和人民奋斗一生的科学巨象 心痛不已 甚至连美国和俄罗斯 也都相继发表了专题报道 盛赞并肯定了他的学术 以及历史地位 前老适时当天 家人遵循他的遗言 在航天大院设立了一个简单的灵堂 这里是上世纪60年代 前老归国投身国防科学事业以后 住了半辈子的地方 当初毛主席原本想给他准备更舒服的工具 但前老低调朴素惯了 认为自己本来就是个普通百姓 有地方居住已经很知足了 因此最终婉言拒绝了 而他的住处除了有几个保安人员以外 几乎和寻常百姓没什么差别 甚至因为年久失修 显得更加破晓陈旧 由于前来吊咽的人太多 许多人的花圈和花篮都放不下 工作人员只好在屋外 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棚子用来摆放 11月6日 在北京八宝山大礼堂 国家以最高级别的葬礼规格 为钱徐森老人举办了追悼会 从当时的影像中可以看到 现场除了一张遗照以外 就只剩下朴素的花圈 以及被鲜花环绕的遗体 如此朴素的葬礼现场 正是钱老一生简朴的真实写照 而钱老逝世后身负党旗 不仅是党和人民对他最好的认可 也是他作为共产党人最高的荣耀 追悼会议开始以后 所有领导人陆续入场调宴 他们向钱学森的遗体 深深居了三个躬 之后绕遗体一圈尽情瞻仰 紧急着来到家属面前握手慰问 给死者送上一份哀思 为生者寄托一份祝福 在告别仪式现场 妻子蒋兵一遍遍地呼唤着 钱老的名字 用脸倾天爱人的面颊 他们相濡以沫62年 始终不离不弃 突然天人永隔 想想就觉得难受 在送别仪式之后 钱学森的遗体被放进了目关中 准备送往了火葬场 三军遗仗队为他抬关 十里长街 数十万的群众前来送行 就连久违露面的朱镕基总理 也顶着满头白发到场告别 送别场面估计和当年 宋周总理差不多 这是钱学森老先生 去世葬礼上的真鬼画面 三军遗仗队为他抬关扶灵 数十万民众含泪痛苦送别 社会各界著名人士 以及我国当时的各位领导人 也都满怀敬重和哀痛之情 冒雪来送他最后一程 然而这样一个 备受人民尊重敬仰的科学俱下 人们对他的印象 大都停留在一个能敌五个吃 两弹异性援军 以及中国航天支付等头衔上 很少有人清楚 这些光环下的钱老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钱学森出生于浙江杭州的 一个名门望族 从小就是学霸 起初他一直希望 自己可以像詹天佑那样 为国家效力修建铁路 因此大学时 学习了铁路机械工程专业 谁知没读两年 小日本就发动了九亿八事变 看到这些无耻之徒 价值非击虑我们狂轰乱炸 钱学森一气之下 改学了航天工程专业 不过那时国内的理论研究都太落后 钱学森只好赴美学习 以全校第一的成绩 获得了公匪留学的名额 要知道 当时全国只有20个名额 而他还是唯一一个航空留学生 被麻省理工的航空工程 起录去后 咱们这位科学男神 便开启了自己的开挂人生 当时许多中国留学生 时常会被老外侵蚀 但钱学森却用一气之力 改变了他们的刻板印象 有次期末考试 一位教授出了很难的考题 很多人觉得 他是在故意刁难学生 于是纷纷跑去办公室 想要找教授的茬儿 结果还没来得及开口 众人就在门口的墙上 看到了一张满分试卷 而这张试卷就是 钱学森写出来的 之后 钱学森用一年时间 就拿到了硕士学位 紧接着又进入了 加州理工学院 成为了力学家 冯卡门的学生 甚至还一起发表了 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示 对当时的航空飞行器 起了关键的理论之导 当然 即便是在现在 也依然出现在 相关专业的教学课本上 不过最牛的 还是他在课外 和几个美国人 一起创办的 火箭动力实验室 也就是NASA的前身 不仅参与了 老美的军事机密项目 还将喷起助推火箭 投入了使用 也是因为这样 才会有了后来的 以非美籍身份 获得美国最高级别的通行证 自由出入五角大楼 以及考察各地的 军事基地等特权 虽然拥有如此待遇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 留在美国 他曾表示 自己在美国 20年的学习和研究 都是在为回国做准备 而他在美居住时 从不存钱 也间接反映出了这一点 后来他完成了 长达40万次的著作 《工程控制论》 构建了当时新中国 整个军事工业 工程管理体系 成为了工程控制学的 台山鼻祖 之后带着一身知识 冲破阻力 为国投身国防科技研究 有一天突然通知我 说今天晚上你到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 陈根大将要会见你 我去了谈着他就问我 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 所以就回答 很干脆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 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60年代 在我国连导弹 都没有发射成功的时候 前老已经把一套 完整的星际航行理论 用文字和数字模型 表达出来了 而他从零到一 研制出的一系列成果 也证明了他的格局 与眼界之大 不过他从不在乎 这些光环和头衔 只想为国家和人民 做更多的贡献 他不仅生活朴素 提倡节俭 还将获得的 100万港币奖金 全部捐给的国家 用来发展沙漠工程 他的身上有太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他的成就 也远远不止这些 前老值得这样 高规格的礼藏 这不仅仅是一场送别 他的不朽风碑 早已明刻于 中国复兴之路的 里程碑上 后世将会在 青史里看到他的名字 永远记得他 与以他为代表的 科研人员 对我国国防事业的 伟大贡献 让我们一起 向他致敬 本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